一天你不能演的吗 踩坏了我们老大的鞋子 你陪得起吗 知道你踩到的是谁吗 我们老大可是魔独一哥 各位好汉饶命啊 我真的不是故意踩到你们的老大的 哼 我最看不惯这种以多欺少的人了 走去看看 哟哼 这里好夜恼啊 你们这群臭小子 别多管闲事 呵呵 你这说话的语气 我很不喜欢 哼 我不允许魔独 还有比我们还牛逼的人重现 上 以后别欺负弱小 还有 不要再磨兜成一只 十三先生 现在帝都的星城贸易公司已经正式步入正规 帝都海外贸易这块已经牢牢把握在我们手中 罗峰辛苦了 不辛苦 应该的 能为十三先生做事是我的荣幸 疯子 你回来了 六哥 好久不见 你又变帅了 别人都叫我靓仔了 对了 你回来的正好 我最近学了新的招式 八卦火锅掌 哦 八卦火锅掌 你的火锅掌都升级了吗 快教教我啊 六爷 清点 放心 到时让你们六爷给你加工资 疯子 看好了 内进法力 那么恐怖吗 来 到你了 让我看看你在帝都这道时间有没有偷懒 不错 疯子 武功进步很多啊 那当然 在喝了十三先生的祖传药水 还有六哥的教导下 并且在帝都这段时间可没少打那些嚣张的富二代的脸 接招吧 六哥 嗯 冲息 不好意思 这游戏我已一直在玩 顺便在交下你人生的最后一刻 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六哥 你不讲武德 你们打完了吧 庄园里弄坏的东西记得照价赔偿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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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